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怎么吃的健康 这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议题 台北青农郭建生 正透过最真实的农业体验与饮食教育 在他大自然学校的基地 透过身体力行的方式 传递出食物安全和环境永续理念 那我觉得在某一个时间点 就刚好去做自工 对 那就是带亲子家庭 然后到户外 然后从事一些活动 然后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 那也因为带那个 我就发觉 这个好像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就是我跟小孩子的一个互动 那发觉 对啊 那我为什么不从这个方向开始 不同于传统的填鸭教育 郭建生希望以体验 共学 引导思考的方式 搭配季节与作物安排课程 我这边比较特别的是说 我没有说每一堂课 他先安排好说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他跟一般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活动 是完全变得到的 在初期来办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这边是没有行程表 所以那个帕拉拉拉 就是没有行程表 那我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 都会有这样子一个 一个疑问 就是问 但是如果相信 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 那其实是一个很常识的一个过程 郭建生的风冻草休闲农园 位于海拔500公尺高的 阳明山国家公园保护区内 它不但是通过有机认证的市民农园 这里也是双溪进水场的源头 水质非常纯净 绕了一圈国建生的农园 发现能让他这样义无反顾的投入 其实是他温柔的妻子 在背后支撑着 慢慢跳脱存款部里面的金额 这样子的概念去思考 我们到底获得什么 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是很富有的 105年 他也受邀到社区大学以老师的身份 推广有机生活理念 他非常乐意将大自然教室的理念 公开分享给其他青农 让大自然学校有机会遍地开花 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与台北市农会 这几年一直大力推动食农教育 希望让社会大众了解在地的饮食文化 与生态环境之关联 能够让孩子们在快乐的情境中学习饮食文化 是台北青农国健身对于大自然教室的实践 尾基验证最主要的 以大家来讲可能就是说 不能够有营药 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可是有一个条件是大家比较少知道 就是说它的重金属含量 是要在某一个值以下 那一定要在那个值以下 它才符合所有的影迹 那以我们这边条件来讲 甚至是标准提高 甚至至少十倍以上 这边都还是不完的情况 要离开风洞草休闲农员前 回头看到正在与孩子嬉闹的郭健身夫妇 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山顶 希望把山顶的自由空气带给孩子 带给都市里的朋友 让每一个忙碌的灵魂 在现代生活中能有一处绿地 自在地获得抚慰与舒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